你休息一下我来讲讲上海 一定会讲那儿的高兴 哎好的 今天呢是大年初二 二月二十号 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 我来上海呢有两个月了 你到一个地方舒服不舒服 关键是你有没有朋友 这听说我要来上海 我最好的朋友 前文中给我打电话 他说小崔你来吧 你房子就租在我们家旁边 这样你就不用开火了 你们想不出当时我有多激动 真的我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现在我来了两个月 果然前文中天天在我们家吃饭 我也不是一个特别抠的人 但是你也做得太过分了 又都是文化人 撕不开这层脸 所以我就得暗示他 有一天吃饭的时候 我就跟前文中说 我说文中老师 你看您天天在我们家吃饭 你们家会不会显得特别冷清呢 前文中看着我 透过厚厚的眼镜看着我 一拍桌子 对 我得把阿姨他们叫来 阿姨也在我们家开火了 阿姨开火了 我就说 那个阿姨 您和文中老师一块在我们家吃饭 那家里的事是不是就得换个人打理了 阿姨啪一拍桌子 对 我把狗牵过来 我很佩服田先生 我说你怎么那么有学问呢 他说这很简单 我从小学习好 我门门功课都是五分 我说那你妈不打你吗 他说我妈为什么要打我呢 我说你看 我小时候也是 你看我语文五分 作文五分 图画五分 体育五分 数学二十 我妈就打我了 有时候我会问文中 我说比如这个二月二十号 他是不是会有很多事 在你脑子里都记得吗 他说记得 比如说 1979年的这个正月初二 邓小平总理呢 访问美国 他稳重大方 爽朗利索 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 我说那那说明了什么呢 他说美国人意识到 一个巨人站起来了 也是在1979年的正月初二 中共中央的为地主 富农都摘掉了帽子 你们年轻 你们都不知道 所以呢 现在每逢大年初二 很多人为了纪念这个日子 就聚在一起 都地主 我说的这些知识呢 不瞒你们 都是这个钱教授告诉我的 他真的特别 特别特别支持 今天一早 他就带我去了他的书房 那简直就是一个图书馆 他说 右边 第四个柜子 第二个抽屉 你去打开看 我这打开一看 我说这什么东西 他说这是和珅的那个超家单 哇 我就看这和珅贪污了多少 你看 黄金 白银 书画 钱庄 饭店 看着看着 钱先生过来了 哦 你拿错了 这是当时我们家分家的单子 钱先生所有的事情都知道 他就不知道 2月20号发生的最大的事是什么 1963年2月20号 在一个部队大院里 一个孩子 七个月就出生了 他才三斤六两 他的名字叫 崔永元 没有崔永元 就没有东方眼 前分钟就不可能到我们家去蹭饭 谢谢你们 是 他在带我 他在带我